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锦文在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说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 中国有两件司法案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还有激烈的争论 那就是受贿6000万的前铁刀部部长刘志军被判撕缓 而湘西地产商人曾成杰被秘密的处死 中国民众用了一个新的词语来讽刺这种现状 那就叫死刑双轨制 湖南法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处死曾成杰 最初的解释是曾成杰在被执行死刑前 没有提出会见家属的要求 后来法院再解释说 法院没有曾成杰家属的联系电话 清华的法学博士王锦文撰文指出 在法院都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 不得不令舆论怀疑 这其中必有隐情 好多人说曾成杰虽然08年就判了死刑 但最高法院是一直没有核种也没有执行 但当湖南省的这个最高领导一把手 从湖南调到这个最高法院当了院长以后 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核种执行 王锦文文章说 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普遍认可了非暴力犯罪 不处以极刑的原则下 曾成杰仍然被执行死刑 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基于身份之不对等形成的不同结果 已经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落空 罪行法定也因人为原因变得模糊甚至扭曲 现在的中国社会普通公民对于司法 对于法律没有任何的信任感 甚至是对于法律的信任 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状态 曾成杰这个案子又可以说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死刑 而且程序都是违法的 无异于给民间依法治国希望给予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在2011年2月25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 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 包括票据诈骗罪 金融凭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等 当时法学界还就集资诈骗罪是否废除死刑 进行了争论 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方平指出 中国的反贪起点很低 贪污十万就可以判死刑 一万的话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实际上官民之间的量刑反差很明显 很多的就是尤其是高官很少有死刑 有一些如果没有职务的话 假如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话 不可避免的可能要处于死刑 而且一些民间的企业家 因为融资啊等等的问题 所谓的经济犯罪也判处死刑 王静文认为死刑缓期执行 作为中国特有的刑罚种类 实际效果可被视为是对死刑的变相否定 但在中国死缓这种特殊的刑罚 在量刑中经常面临不确定性和模糊地带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 是很危险的 现在这个非法治国法律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现实环境中的尴尬的境地 完全是沦为一种政治工具 而且是它完全是没有掩饰的 就非常露骨的对于官僚权规利益的产护 对于民间的不同的刑事案件的这个言情惧法 山东越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永林指出 死刑双轨制是政治上的不公正在法律层面的延伸 从政治层面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官员的权利采取两个标准 王济文警告 曾成吉案件凸显了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 既需要依附于权利 又随时有被权利吞噬的危险